文明关头Fast and Furious是一部以街头赛车为主题的动作电影系列 首部作品于2001年上映 至今已经推出了9部作品 电影系列主要讲述主角多姆托雷托和他的团队在全球各地进行危险的赛车和非法活动 同时也在警察和其他罪犯之间维持平衡 故事的第一部作品是以后三级的街头赛车文化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团伙偷运电视盗版产品 同时参加非法赛车 但后来成员之间的纷争和警方的介入导致局势失控 第二部则在迈阿密和纽约展开 讲述团队和警方联手追捕一个危险的毒品贩子 第三部则描绘了一个在东京的年轻载车手 在一个地下赛车社区里挑战最快的车手 次第四部开始 电影开始引入越来越多的特技和动作场面 同时也加入了新的角色和故事情节 主角多姆和他的团队面临越来越危险和强大的敌人 同时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也开始成为故事的重要元素 例如第五部作品中 多姆和他的团队被一个高科技盗贼同伙招募 也完成了一个危险的抢劫计划 而第八部作品中 多姆被一个神秘女子拐走 迫使他背叛自己的团队 《文明关头》系列的成功在于他紧缩的剧情 四季的赛车场面 以及主角们之间的羁绊和家庭的问题 此外 该系列还展示了许多不同的赛车文化 从洛杉基到东京再到巴西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赛车风格和文化背景 此外 该系列也深受动作电影爱好者的喜爱 许多